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没有提供这些人士的具体身份信息 综合路透社 俄罗斯卫星网等媒体报道 伊朗情报部长马哈茂德阿拉维28日对本国媒体表示 情报部的反间谍部门在数个不同的政府机构内成功确认 并逮捕了数十名间谍 此前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曾表示 已经有西方间谍渗透 到伊朗的决策机构中 阿拉维并没有透露这些间谍在为哪些国家工作 也没有表明他们被捕的时间 但指出其中的许多人是具有伊朗和其他国家国籍的双重国籍者 我已经已在要求人们告知我们 他们是否知道有任何持有双重国籍的人士 情报部的反间谍部门已成功确认 并逮捕了不同政府机构中的数十名间谍 阿拉维这样表示 这位部长还提到伊朗安全部队八月在南部 逮捕了一名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成员 情报部挫败了几起打算对该国地铁站和大学制造爆炸的阴谋 这些信息之前并没有向公众披露过 今年2月伊朗当局曾在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 逮捕三名环境活动人士 指控他们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利斯列摩萨德进行间谍活动 而在本月早些时候 美国则逮捕了两名具有美国和伊朗双中国籍的男子 声称他们为伊朗政府担任间谍 在美国展开活动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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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